大家好,欢迎来来美食菜味 鸡蛋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食材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吃 那么买回来的鸡蛋 我们到底该不该放冰箱里保存呢? 很多人到现在都在纠结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一起来学一学 鸡蛋的价格不贵 被称为平民的燕窝 首先鸡蛋的营养十分的丰富 含有优质的蛋白质 钙、磷、铁等营养元素 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 但是我们每次买回来的鸡蛋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将它们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觉得这样可以保存得更久 那么真的是放在冰箱可以保存得更久吗? 不一定哦 如果我们保存的方法不得当的话 你放在冰箱里同样很快会坏掉 今天呢就教你正确的保存方法 哪怕不用放冰箱 都可以轻松的保存一两个月 平常我们家里买回来的鸡蛋呢都是这样的 一直很多的买回来的 很多人呢就会担心变质 那么我们就会放进冰箱 在放的时候 不管是冰箱还是常温保存 记住鸡蛋呢它是分大头跟小头的 在对鸡蛋进行保存的时候 那就是鸡蛋一定要大头朝上 小头朝下 这可是鸡蛋保存过程中 不会出现散黄的重要技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鸡蛋的大头上面有一个气势 如果你把鸡蛋的小头朝上面保存的话 就会导致鸡蛋在保存的过程中 蛋黄下沉而贴近蛋壳 时间一长以后呢 鸡蛋就会出现散黄 如果不及时食用的话 鸡蛋在短短一周之内 就会出现变质 所以大家平时不管是放冰箱 还是常温保存 一定要牢记 大头朝上小头朝下 才是正确的 这样呢才能保存的更久 常温也是 千万不能忽略 还有一点就是 在对鸡蛋进行保存的时候 有些鸡蛋表面呢 会带有少许的杂质 为了去除这些杂质 很大一部分人呢 都会选择用清水 把鸡蛋先清洗干净以后呢 再去对齐进行保存 其实这样的做法 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 因为鸡蛋的表面呢 有一层保护膜的 我们肉眼无法观察到 你可别小看了这种保护膜 它能很好地避免 鸡蛋被细菌侵入 如果你用清水去清洗鸡蛋的话 很容易呢 就会破坏掉这层保护膜 那么鸡蛋要不了多久 就会变质 正确的做法就是 我们可以用半湿的抹布呢 去插湿污垢呢 就可以 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 这就是我们保存鸡蛋的正确做法 那么我们去买鸡蛋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挑选了 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 挑选鸡蛋的小技巧 我们去买鸡蛋的时候 最直观的就是要看了 首先第一呢 就是要看一下这个鸡蛋的外壳 如果鸡蛋的外壳上面有大量的黑斑 这种鸡蛋无论多便宜呢 都不要买 因为它存放的时间久了 已经变得不好了 里面的蛋黄呢 很有可能已经变息了 所以呢这种千万不要买 新鲜的鸡蛋呢 它的外壳摸起来是有点磨砂感的 而且呢 感觉表面会有一些白霜 第二 我们就是要看一下有没有破裂的 现在市面上的鸡蛋 从饰养到批发伤呢 载到零售 通常呢都会倒几次手 因此呢 即使鸡蛋被保护的再好 在运输的时候呢 也难免遭受到磕碰 磕碰比较严重的鸡蛋壳呢 会直接破裂 有些鸡蛋呢 只是轻微碰撞 蛋壳呢 也会有些不易察觉的小裂纹 这些有裂纹的鸡蛋 表面的细菌呢 很容易就会顺着裂纹 进入到鸡蛋内部 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较高 很有利于细菌的大量生长繁殖 导致鸡蛋中的蛋白质变质 使用之后呢 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即使有裂纹的鸡蛋当时没有变质 买回家呢 也不能长久保存 第三 摇一摇 观察了鸡蛋表面之后 再将鸡蛋拿起来轻轻地摇一摇 若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说明呢 是很新鲜的鸡蛋 反之摇晃之后 鸡蛋内部有响动 这种鸡蛋呢 不要买 说明很不新鲜 不过要晃的时候别太用力 只要轻轻地晃几下呢 就能分辨 而且晃过了之后 一旦发现是好的就要买上 别挨个乱晃了又不买 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检验呢 因为新鲜的鸡蛋打开后 可以看到蛋清牢牢地包裹着蛋黄 而且蛋黄在正中央的位置 所以没打开前呢 鸡蛋在蛋壳内呢 一定是不会晃动的 而不新鲜的鸡蛋 蛋黄有些散 蛋清呢 更是像水一样在流动 那么晃动后 就会出现蛋清碰撞蛋壳的声音 好了 关于如何正确地保存鸡蛋 和挑选鸡蛋的方法 您都了解了吗 以后呢 去买鸡蛋呢 别再乱挑了 买回来的鸡蛋呢 也不要直接放冰箱了 不妨试试以上的方法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保存鸡蛋 和挑选的方法 欢迎分享在评论区里 我们一起探讨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 和生活技巧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再见了哦